第1447章 竞选长老 萧炎 听得玄疑此话 玄疯自己人也是微微一正 略作沉隐 玄迹也是点了点头 说道 虽说侯老怪辈分远远超过萧炎 但以后者如今的实力 恐怕还真是能够跟着老家伙争上一阵 尿老也是点了点头 笑道 也好 让萧炎去跟那个老家伙斗上一斗 让那老家伙知道 不仅我耀臣能够战胜他 如今连有培养出来的弟子 也是能够将其击败 真要是那样的话 侯老怪恐怕连都要绿了 天雷子大笑道 听得四人几番话便是确定了让自己出场 萧炎也只能无语 但他也是清楚此事事关联盟成功与否 因此倒也是没有做书生反对 以他现在的炼药术 即便面对着那些辈分紧老的老怪 他也是丝毫不怕 那侯老怪能够炼制出几色丹雷的丹药 萧炎略做沉吟问道 面对着这种对手自然是要知己知彼 好多年没有再看到那老怪 称夺丹会冠军的人 这种炼药术放眼中周 都是能够说得上是顶尖层次 那老家伙这些年进步挺快的 这样说来那萧炎要剩他 那么便必须炼制出九品丹药 药老眉头倒是微微一皱 九品丹药 就算是仅仅最低层次的九品宝丹 他炼制起来都是有些麻烦 萧炎虽说实力强 但炼药术这东西 却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 那老怪这么多年沉寂在炼药术上 恐怕经验怕是萧炎的数倍了 玄公子三人也是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萧炎 问道 有没有把握 九品丹药吗 萧炎手指轻轻摩擦 旋即轻声道 可以试试 虽说萧炎从来没有炼制过如此品质的丹药 但如今他毕竟实力大涨 而且其灵魂力量 也是在两年的闭关之中 有了飞跃似的暴涨 现在的他灵魂境界 已经正式跨入了那天境之中 必须要了这些拥有着极老辈分的老一辈 都是丝毫不弱 听得萧炎此话 全公子三人也是微微的松了一口气 全记得 那便这样决定吧 至于如何让萧炎参加比试 我们会去安排的 以他单会冠军的资历 想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萧炎与药老都是点了点头 这三天你们便先住在这里 这里的环境倒是很适合炼药师的居住 全公子也是起身 笑了一声 然后便是带着悬疑二人迅速离去 他们还需要为萧炎参加长老选拔而打点关系 毕竟突然间插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还是略微有些小麻烦的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中 萧炎与药老便是暂时的居住在了 这丹塔的丹山之中 三天之中倒是有着不少老一辈的炼药师来到此处 当然这自然是因为药老的缘故 这里的这些老家伙大多都是与药老相识 如今多年不见 自然是要来寒暄寒暄 对于这些曾经在中州上拥有着极强名声的老一辈炼药师 药老也是特意的让萧炎与他们有所认识 这些老家伙以前在中州也算是交友广阔 能够结识的话自然是好处不小 而对于药老的心思萧炎也清楚 因此在与这些老前辈见面的时候 倒也是显得相当的客气与恭敬 这倒是让得那些老家伙颇为满意 而且在他们得知萧炎的炼药术 已经能够与药老相媲美的时候 对待后者更显得热情了许多 不管在哪里拥有着实力 总归是颇为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的 在这种相当热闹的环境之中 三天时间也是一黄而过 当第四天的清晨笼罩着丹塔山时 这座平日里越为清静的山峰 倒是一下子变得热闹不少 小丹塔之中平日里没有太多的喧哗 各自切磋草路云下炼药树 再各自管理着自己的药谱 日子平淡但却极其的适合 那些厌倦了大陆纷争的老头子们 丹塔山的山顶有着一片天然形的广场 广场四周云雾弥漫 厚厚的云层仿佛棉花一般 让人有种想要在上面行走的冲动 如今这片平日里少有人来的广场 现在确实有着不少人影 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白发苍苍 显得极为苍老 这里的人随便拿出一个放在中周 都是能够引来不少势力的追捧 一个宗派如果能有着一位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那对于他们的好处将会是无比的巨大 伴随着广场上稀稀拉拉的人影逐渐的增多 药老与硝烟也是在玄孔子赞云的带领下登上广场 而伴随着药老的一露面 周围顿时有着不少人影汇聚过来 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由此可见 药老在这小丹塔之中倒也是有着极为不错的人员 哼 有臣 你这老东西果然还没死 在药老笑咪咪地与这些老友打着招呼的时候 一道月威有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却突然传来 旋即人群分开一条道路 一位身材颇为瘦小的挥趴老者 缓步而进 呵呵呵 侯老怪 你都还活着 我怎么可能掀你一波 药老微微一笑 望着那挥趴老者 说道 此人便是那位侯老怪吗 听得药老的称呼 硝烟心头却是一动 目光转向那位挥趴老者 后者体型倒是与其姓名 邪音有些相配 一张苍老的面庞上 看上去相当的古板 活脱脱的一张死人 你当年自动离开小丹塔 老夫还以为 你会有骨气 一辈子不回来呢 挥趴老者淡淡的说道 声音中有着淡淡的讥讽 他与药老素来不对眼 一直都是在想尽一切办法 压过药老一头 但这种想法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这倒是成为了他心头的一根肉刺 药老笑了笑也不与其争辩 一副老好人的模样 听说你打算来竞选长老 也好 这么多年不近 也让老夫来看看 你的炼药树有没有长进 见到药老不理会他 挥趴老者眉头却是一皱 再度说道 文言要老倒是忍不住的一笑 摇了头 说道 此次倒并非是我要竞选 你如果执意要跟我比试的话 那先胜过我的弟子吧 正好他也要参加竞选 你的弟子 听得此话 那挥趴老者目光 也是转向了一旁的消炎 在见到好者那般年龄后 灭色顿时的一沉 冷笑道 这小娃娃也能够参加竞选 药臣 走后门也不是你这般走法吧 这里是小丹塔 可不是中轴 周围的一些不清楚情况的老者 也是将诧异的目光投上消炎 显然也不知道 为何后者居然能够参加竞选 侯老怪 消炎是这一届的丹会冠军 怎么会没有资格 玄公子瞥了眼侯老怪 说道 丹会冠军 文言那侯老怪面色顿时有些变化 当年他以为好之差将丹会冠军输给药臣 此事一直是他心头的刺 没想到如今药臣连交出来的弟子都是能够取得这个位置 看来这一届的丹会冠军质量不行啊 侯老怪兴兴地说道 这你可错了 此次丹会消炎是炼制出了五色丹蕾 方才取胜的 比起当年你们那一届竞争更为激烈 玄公子淡淡地道 五色丹蕾 听得此话 周围的那些老者也是面露惊诧之色 炼制这种级别的丹药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或许不难 但在当年他们参加丹会的时候 能够炼制出引来丹蕾的丹药 那已都是相当不错了 五色丹蕾对于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 可是相当的遥远 再次吃了一个憋 那侯老怪面色更沉 这一个个的软钉子碰得他相当的火大 当下面皮也是有些挂不住了 袖跑一挥 冷哼道 哼 五色丹蕾 在这里可算不了什么 既然你不出手 那这长老之位便由老夫来当吧 不过这小娃既然是你弟子 那老夫也便带你教导一下 我这猎徒最是不识实物 既然侯老怪你有着心 那我便先行多谢了 耀老笑隐隐地说道 耀臣 老夫知道你们所来何事 待得老夫取得长老之位 必让你们乌功而返 猴老怪如何听不出 耀老话语中的嘲讽之意 一声朗哼 已不再做过多停留 灰秀便是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耀老威眯着双眼 望着猴老怪远去的背影 轻声道 看来此次是必须让这老怪的长老美梦化为空谈了 怎么样 消炎听得要老的话 微微一笑 轻轻点头 说道 嗯 老师放心 豆魄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豆魄苍雄 第1448章 第1448章 小丹塔大长老 伴随着璀璨而温暖的阳光 撕裂重重云雾 照耀在这片山顶之上时 一道悠扬而古老的钟银声 也是缓缓地 在这片空间之中 响彻而起 在钟银声响起之时 山顶空间突然微微地扭曲起来 雄继七道苍老的身影 毫无预兆地 出现在了广场的一处石台上 而见到这七位老者 广场上不少人 都是弯身行了一个礼 公声道 见到七位长老 在小丹塔之中 大长老院算是最高决策 这些长老自然也是拥有着 极高的地位 而且他们大多都是 从小丹塔之中挑选出来 属于那种德高威望之人 因此对于他们的话 小丹塔的人倒是相当的信服 小丹混在人群中 目光也是望向那七位老者 视线缓缓扫过 最后停留在了居中的四人身上 在这七人之中 这四人的气息显得格外的强横 特别是在那最中间的一位 身着麻布衣衫 面色古井无波的老者 更是让的小丹有些侧目 两位中级半生 一位高级半生 还有一位应该是达到了二星初级的斗胜强者 这才是丹塔的真正实力吗 难怪能够与魂殿相媲美 消炎的母公停留在了那位麻布衣衫老者身上 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声 这些势力能够在中州上传承如此之久 其底蕴果然是相当可怕 实力达不到一定的层次 根本就无法知晓 这些极为隐秘的存在 那位麻衣老者便是小丹塔的大长老 他是除了老祖之外 如今小丹塔之中资历最老的人 就连我见了他都得行晚辈之礼 在消炎身旁药老轻声道 文言消炎也是暗暂杂舌 连药老见了都是得行晚辈之礼 这位大长老的辈分还真是恐怖啊 在场中消炎注视着那位麻衣老者时 后者似乎也是有所觉察 一对如同星空般的深邃双目 投向了消炎 寻迹那对眼中夺过些许波动 赫然也是发现了消炎的真正实力 好强的灵魂为压 在那大长老目光看过来的时候 消炎眉头却是微微一重 他能够感觉到四周空间 有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而来 这种压迫其他人无法察觉 唯有身为当事人的他 方才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不过索性 如今的他已经是今非昔比 这大长老的灵魂为压 虽然让得他有些压力 但却无法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当下其脸色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变换 见到消炎那面不改色的脸庞 那大长老下巴也是不可察觉地轻轻动了动 然后一开目光 苍老而平淡的声音在场中每一个人耳中响起 今天算是我小丹塔中难得的热闹日子 长老选拔 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其中规矩老头子我也就不多说了 满山的药材炼制者随意拿取 谁最后炼制出来的丹药品阶最好 那自然谁获胜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疑问的话 那些取得了参加选拔资格的人便请出场吧 这大长老虽说年龄极老 但做事却是相当的雷厉风情 没有丝毫的废话 手指指着前方的广场淡淡的说道 是 听得大长老此话 场中也是应起了一些恭贺之声 玄机一道道人影自其中走出 最后各自在广场上寻找了一处空旷的区域 那我也出去了 见到这些人的举动 萧妍也是笑道 加油 别弱了你老师的名头 玄一笑道 萧妍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挤开人群 在周围一道道惊叉的目光注视中 也是寻了一处空旷区域 萧妍的初恋 无疑是引来了不少的目光注视 这里的老家伙 大多都是属于那种身居简出的人 因此也是不清楚 为何此次的选拔 突然多出了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这位后生名为萧妍 是耀臣的弟子 同时也是这届单会的冠军 按照规矩 他也拥有着参加长老选拔的资格 大长老目光扫了一眼场中 淡淡地说道 哦 原来如此 没想到耀臣那老家伙 竟然又收弟子了 不过这长老选拔 可不是寻常游戏 难道耀臣故意让这个后生 来吸取一些经验不成 大长老话音一落 便是在场中 演起了一些窃窃私语 丹惠冠军这个名头 虽说重量不小 但凭借着这 便是想要跟其他老前辈 竞争的话 倒还是有些显得不够 因此不少人都是认为 此次耀臣故意的 让他萧妍 来吸取一些经验而已 对于这些人所想 萧妍自然不在意 微闭着眼眸 闭目养神 伴随着一道道苍老身影 最后出现在空旷广场之上 其余的那些人 也是缓缓地退到广场边缘 然后 那大长老方才在头开头 说道 诸位如果准备完毕的话 那么便开始吧 听得大长老此话 广场之上的气氛 顿时为之一紧 所有人的面色 都是逐渐凝重 紧绷的气氛中 突然响起清脆的金铁之声 紧接着声音 连成一片 一尊尊气势不凡的耀顶 被众人从那节中取出 然后重重地落在面前 起火 药顶落地 赫声紧随而来 顿时 一道道色泽不一 但却是显得颇为内敛的火焰 便是从那些药顶之中 升腾而起 一时间 这片天地的温度 也是迅速升高 望着周围那诸多的药顶 消炎面色 也是缓缓凝重 但他却是没有取出药顶 而是缓缓伸出右掌 然后猛地一握 自河中带着一丝森白颜色的火焰 便是升腾而起 这团火焰刚刚浮现 便是猛地膨胀起来 短短瞬间 便是如同一片火云一般 缠绕在消炎头顶 然后火云凝聚 飞快地在众多惊恶的观光中 形成了一尊通体由火焰凝成的紫褐色药顶 这是一火 这厚生好强的控火之力 不过使用火焰成顶 他就不怕在炼丹的时候操控不过来吗 消炎的这一手 立刻便是引来了诸多惊诧的目光 一道道滴滴的声音 也是紧接着响起 火焰要顶 缓缓漂浮在消炎面前 那极度凝实的模样 让得不少炼药宗师 脸色有些凝重 将一火控制得如此炉火纯青 这需要多强的操控能力 以及灵魂力量啊 那不远处的猴老怪 也是被这边的动静 吸引了过来目光 眉头微微一皱 全即冷笑一声 静弄一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后背就是后背 望着面前成型的火焰要顶 消炎屈指轻弹 那要顶之内 火焰凭空而生 扑的一声 便是化为一条火龙 在要顶之中盘旋而起 凝聚成要顶 消炎却是并未聚须炼丹 而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见到他这般离奇的举动 周围的人又是好一阵错愕 但从先前消炎所露出的那一手来看 却是无人在乎小看这个 看起来极为年轻的厚生 不知道消炎此次 究竟打算炼制什么担药 人群中 玄公子也是望着消炎 沉吟道 我所会的消炎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了 九品丹药以前的我炼制不出来 所以所留给他的也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两种 药老轻声道 到了这种层次 药方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如果没有九品丹药的药方 想要炼制丹药 那简直就是天风夜谭 不过九品药方的罕见程度 丝毫不下于天阶功法斗戒 就连药老收集了这么多年 也仅仅只有两卷九品药方 而且还是最低的九品宝丹 在药老幻音落下之时 场中的消炎突然睁开眼 双指一夹 一枚翠绿色的珠体便是出现在了其双指之间 菩提子 他想要炼制菩提丹 见到那翠绿色的珠子 见多识广的药老等人 一眼便是看出了消炎的目的 菩提丹最高层次 也仅仅只是引来九色丹雷 想要赢猴老怪的话 还是有些困难 见状悬一眉头微皱 说道 光凭菩提丹 想取胜 恐怕有些难度 玄空子与天雷子也是紧皱着眉头 从药老那里他们已经知道 消炎如今已经是一位斗圣强者 虽然消炎没有说他的灵魂境界 但显然 必然是达到了天境 这样的能力 已经具备了炎制九品丹药的资格 可让得他们不解的是 为何消炎竟然还要选择菩提丹 他应该有着自己的打算 药老迟疑了一下 出于对消炎的信任 他并不认为消炎会在这种时候 抱着小觑对手的心态 在取出菩提子的时候 场中消炎的母公也是瞟了一眼药老等人所在的方向 在见到他们微微皱起的眉头后 却是淡淡已小 别人只知道他在炼药树上的经验 比不上猴老怪这等老前辈 的确按照常理来说 他的经验是比不上这些修炼了数百年的老怪 但可惜他曾经在菩提树下贪污过 百年轮回让得他得到了许多许多的好处 炼药树的经验便是其中之一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 第1449章